刚才沈大佬说 这个非常有可能是 这个蔡英文幕僚的意见 那当然而且这样的一个手法 是很没水准的手法 那其实蔡英文 蔡英文幕僚的水准 就代表蔡英文的水准 我必须要讲 因为今天坐在这个 电视机的这个广告 不是别人说 并不是说 我是台湾人 我是徐家庆 也不是我是台湾人 我是陈其迈 而是说我是台湾人 我是蔡英文 这个主角仍然是蔡英文 所以不管这个意见 因为其实在选举里面 有很多的脑力激荡 那她的整个的选举诉求 其实当她讲说 我是台湾人的时候 她不管再去批着 怎么样的理性忠道 或者是我希望 中间选民能认同 但是骨子里卖的 就是那个族群 就是族群的内铁药 那否则的话 对蔡英文来说 她要去跟她的对手去区隔 你也可以讲说 我是女人 我也很愿意讲 我是女人 我当选 我就是女总统 这台湾也是很进步的 我是未婚 对不对 你们有伴 有第一夫人 我没有第一先生 没有关系 我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也都可以做这样的对比 她为什么挑上一个 我是台湾人 其实这个当然在跟 这个十几年来 在台湾的很多的选举里面 对这样的族群的操弄 那包含 不管是 这个认为是 嫁杠给台湾人 或者说你可能是外省第二代 你也很担心 这样的金箍咒就绑在你头上 就像当时马一九选举的时候 也要让这个当时李登辉 把他手举起来 新台湾人 好像都给他一个加持 所以也许包含蓝绿 那包含很多的政治人物 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也就是这个族群啊 这个省级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这个选票 那我也相信民进党蔡英文 她的幕僚也认为这张牌有没有效 也许我们觉得这个牌是很没水准的 有很多的中间选民认为这个根本是很无聊的 因为你要提出一些牛肉出来才对 你的论述是什么 你的论述我等了老半天 你那个十年正纲搞了半天 我是台湾人 这十年正纲就被我是台湾人 这句话给替代掉了 只要大声说出我是台湾人 这才代表台湾民主社会的进步 大家可以接受吗 可能很多理性的中间选民 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这里面她一定要做一个诉求 就像当时蔡英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她会讲到她爸爸的这个骨灰坛上面 讲的是屏东丰港 这个是什么意义呢 她也是要暗喻 马英九 你不是架杠的台湾狼 你可能心里面还心怀中国 心怀大陆 你不是真正的爱台湾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的选举里面 很多的我都认为是说 披着一个外衣 要理性要忠道 但是你里面要卖的是什么要 所以我觉得最后我还是有一句话 也就是蔡英文 她可能在她的清新的面貌下面 仍然住的是什么 里面装的是民进党的那个老灵魂 也就是到了选举的时候 最后有招无招 而且很早就把他打出来 仍然是一个族群 一个撕裂 然后一个对比 然后一个省级的情节 或许民进党跟蔡英文 她们在心里面还是相信 这样子会有票的 是那一宏 那我们是不是宁愿 希望这个民进党主题蔡英文 就是那个点子 就是说高喊着我是台湾人 是她自己的意志 因为如果不是 而是幕僚的那种想法 而她也就点头了 而别人说什么 然后她就say yes 那这样子的话呢 她还要告诉大家说 我才是最好的领导人 这样是不是有点矛盾 这个看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其实这个广告一播出来的时候 有几个例年 正好我跟他们有吃饭 正好电视播这个广告 哦 你知道他们怎么讲 哦 蔡英文这个话拍得真好 我是蔡英文 我是台湾人 结果我真漂亮 真的不得有漂亮 不一样嘛 所以每个人看的不一样 我觉得蔡英文这种讲法 我觉得是她的意思 也是她幕僚的意思 他们认为这句话讲得很高明 那有些人认为她不高明 我认为是不高明的 而且我认为是不道德的 为什么 选举族群操弄 本来就是不道德的 而且我认为说 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如果有效果的话 马英九不会上次选举 七百多万票 不会 因为上次选举 就是打她又有绿卡 又是美国人 就直接拉着族群在打嘛 对 那这韩英文打什么 很重要的吗 就是打族群 打族群结果 马英九还是拿那么多的票 如果大家相信马英九 不是台湾人 是香港人啊 美国人啊 还是怎么样 不爱台湾 马英九会拿那么多票吗 拿不到的 那蔡英文这次为什么 这么早就打出来 那个沈大老说 难道他选情告急吗 我认为他认为是 他的选情告急 他嘴巴讲说 他们很有机会执政 其实我不相信这样子 如果他很有希望执政的话 不会把他的亲信 摆在不分区的立委名单嘛 摆在不分区的名单嘛 摆在不分区的名单 就说我总统没有选上 你们好歹 也有个不分区立委 可以看看啊 假如我现在 选情不告急 我认为一定会赢的话 不需要啊 你们就要去打 打败要不然的话 我执政你们 你们再来入閣就好了 那沈大老刚刚又讲说 国民党老是讲不清楚 台湾大陆的关系讲不清楚 我认为国民党不是讲不清楚 是大家搞不清楚 他国民党一直有在讲啊 那大家都听不清楚啊 其实如果台湾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武萨萨什么 一国两制啦 一国两区啦 一国两虎啦 什么 武典架构啦 这讲得清楚吗 不需要讲的 现在这个情况啊 有心人才会去挑动这个 嗯 好 休息会今晚告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听听看 湘龙的意见 好